大家好,我是星巴,今天我们是快问快答的N7视频,国产车在中东的表现如何? 这一点呢,我做了稿子,我们先拿稿子拿过来,我写了稿子,我写了数据的,今天快问快答我是由做笔记的,不随便问,OK,首先,我在之前看到过一个视频,是一个老铁在中东,在什么沙特,拍豪车吧,好像是,我记得是这样子,哇,超多好,阿联球还是沙特超多好车, 然后有很多中国车,我很惊讶,原来中东我们已经卖了这么多车了吗,确实是这样子,那我先跟大家说几个数据,我找来了,首先在中东,哪个车卖的好,你们想不到,卖的最好的是长安,我只说沙特阿拉伯,因为我只知道沙特阿拉伯的数据,沙特阿拉伯卖的最好的中国车是长安,第二是明觉,第三是吉利,这三个厂家在整个沙特市卖的最好的,长安是在八月份的时候,也就是今年的八月, 他在所有沙特品牌里面,他销售榜能排第三,够牛的,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,长安确实牛,然后明觉是第八,吉利是第九,汽车厂家,中国汽车在沙特阿拉伯能排定TOP3,TRIPLE牛,没什么好说的,然后第二是, 然后第二是,你们去长安卖多少车,那我给他说个数据,在2020年,长安在沙特阿拉伯卖了两万台,这是2020年啊,2021年卖了三万台, 2022年数据还没出来,但是绝对,他们增长率都是40%,就是国内所有品牌都是40%,50%这么增长,所以我们可以期望一下,今年会更加的高,而且, 最关键是少要起,我知道的消息是,国内今年出口了很多的电车,我相信国外电车,打不过我们中国人的,我非常认真,而且,当然国外卖电车比国内贵啊,它是必然的嘛,对吧,我们的小米手机在国外也卖的比中国贵,所以我非常认可中国车在中东市场的表现,然后我还要说一个题, 就是,你们猜猜看,吉利在中东市场卖的最好是什么车,你们猜一下,吉利卖的最好是地豪,跟中国一样,然后你们觉得哈佛卖的最好是什么车,也跟中国一样是H6,然后长安,大家可以猜一下,你觉得长安卖的最好是哪个车,长安卖的最好是异动plus,我们刚刚拍了异动plus的,国内 我觉得是换贷了,我们到时候给他做视频,大家可以猜一下什么车